嗨嗨大家好 歡迎再度回到拉伯的遊戲頻道 今天我們私底下遊玩了夢幻隱情遊牧都市這款遊戲 那在經過了幾天努力不懈的情況下 我終於應該算是來到了最後一個關卡吧 我們來到要解決長期解決方案以免受到夢魘的傷害 那這款遊戲呢就整體下來玩將近快100個鐘頭 有一些心得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遊戲主要還是比較偏向於Logalite的要素 地圖都是隨機生成的 那遊戲呢就著重於在於要經常性的飛行 每一次的飛行地圖上都會有一些像是這種科系飛機啊 工業廢墟等等這種廢墟類型的對於遊戲的進展是蠻重要的 同時呢也要經常的去做遠增 因為遠增時呢我們可以選擇 得到一些獎勵 最重要的是模組 然後核心都市 就是 我找一下 就是這一個 夢幻核心 我們在 後期的一些設施上呢都需要吃到夢幻核心 尤其像是造物機 這類型的他一些重要的物資 長期來像硫磺啊 酸啊 還有水晶等等他都需要夢幻核心才能夠做 那個永無止境的生產製造 那其次呢就是我們的 普攻裝置啦 普攻裝置的承載重量呢決定我們可以再多少多少東西走 這遊戲他的物品拆卸呢預設的情況下好像是回歸一半 那如果說有一些 那個 調整難度或者是 選擇的科技啊種族不同呢也會影響到回收的 資源 如果你今天選的是 水踏 應該是水踏吧 對他的話的則是完全沒有資源回收 所以相對來講 拓展程式跟 載重了就變得相對重要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最後一關就邊開始邊跟大家講吧 因為我們現在 最後一項已經蓋出來了 就是 無效化屏障我們透過了最後一個科技 解鎖了 無效化屏障 然後我們盡有可能的 先把 先進科技給解出來 雖然他要求的會越來越多但是他可以持續性的一直不停的 為我們的傷害生命值 還有 最重要的生產速度以及 防禦建築的攻擊速度 遊戲中的最重要的兩個數值呢就莫過於是生產速度跟攻擊速度 那無論是 那個小敵的攻擊速度還是建築的攻擊速度都相對來講重要 因為畢竟我們需要抵禦 永無止盡一直不停進來攻擊的敵人 那在其次呢如果說 回合數越高的情況下呢 敵人的強襲等級呢 外大地圖的強硬等級也會越來越高 以及在這張地圖待的越久呢威脅等級也越來越高 威脅等級呢 也會間接的影響到大地圖的難度 所以盡有可能的不要在同一張地圖待的太久 那 最好的方式呢 取捨就是在於說如果燃料夠的情況下呢 我們飛上去的 的時候呢就直接再選一張圖下來 只要選擇的威脅難度強襲等級呢不要高於 地圖難度或者是只要相同 他就不會在 下降時增加難度相對來講如果說像我現在是7嘛如果選擇一個強襲等級是8的話呢 我一下降他就會變成強襲等級地圖難度直接變成8 就會加了一個等級 所以我們今年有可能選擇同等級或上一個等級 來避免強襲難度呢被瞬間提高 那在遠征結束遠征都跑完之後還有我們的那個地圖的廢墟都探完差不多的時候其實就可以 自己看看資源收集的 差不多就可以 直接離開了因為畢竟 我們需要的只是燃料的不停的飛升而已 那相對來講 相對來講的資源都是源源不盡的 只是 要著重注意看一下我們的燃料是否足夠 那我們先燃料最重要的資源來源呢都是在 蜂蜜 以及在廢墟中的有機會探索到 所以燃料的儲備呢也變得相當重要 那我們現在燃料最大儲備量是580 那升級科技的方式呢 城市核心的等級升級越早 升是越好 所以我們可以先把 升級的部分先著重在城市核心的部分 那其次呢就是在 一些 我們的支線科技上面 要解鎖的因為我們城市 核心需要升級嘛自然就會知道我們缺乏什麼樣的物資 再著重去點選 該項物資 以及是否要解鎖 支線 像我們說會在廢墟拿到一些其他的配方圖子 有些配方圖子呢做起來相當的困難 但 如果說你本身對於 像一星工廠這類型支援控管以及 產線配置呢相當有一定的技巧 那那些比較困難的圖子呢或許就很相當適合你 我們可以盡有可能做到呢 下地圖 只需搜刮部分物資 不用動到產線 就可以 繼續的 準備下一次的飛升 準備下一次的飛升 那現在因為是屏障充能中所以敵人呢是無所 這無自信的一直來 然後像小敵的武器來說呢最好用的還是在於 廢墟拿到的圖子或者是遠增拿到的圖子 最為實用 遠增跟廢墟拿到圖子呢不會跟科技重複 我一開始以為是 會提早解鎖沒有 其實如果能夠提早拿就提早拿 那我現在主要的防守方式呢都是採用 落地時呢就直接蓋一陀拉谷的砲塔 像石塔的部分算是中後期比較需要用到的 那個劍塔呢已經不適用了 不過石塔呢我們就需要大量的 那個碳金然後再用碳金磨成碳砂 碳金雖然說 這樣子消耗碳金不太容易獲得喔 可是因為碳砂的轉換率蠻高的 基本上是1比340 所以 其實可以不用太在乎碳金的消耗 那我們只要有那個 碎石 跟 碳砂 我們就可以努力的做我們的 一階的石塔 那一階石塔呢 我目前這樣子算下來 我們蓋四層的城牆 三層的石塔 就可以打防到大概 30幾層 這前提的情況下呢是我有升級了一些攻擊科技 那在於 我們不是會有一些 那個市議會嗎 市議會部分呢 均勻科技的部分 均勻陣營比較重要 因為他主要是增加防禦傷害 加 10% 這邊是10% 20% 這邊到後面可以到30% 這個部分呢比較有趣的一點是他是 每一項加5 然後呢其他兩項扣 呃扣2 所以也就是說這加5的話是扣總共是扣4 就反過來說也就是說每點一次的時候是變相 整體數值加1 的概念 那我們只要經過的回合越多 我們點的次數越多 最後就一定能夠把 這個數值越拉越高越拉越高 如果說你玩的回合數有辦法達到可能四五千回合的話 可能 甚至可以做到三個陣營都達到了20% 那 像他這個部分他有特別寫說下面有一個生產速度 8% 留兩個一個20%一個8% 收割跟加工 收割呢則是外面的 我們的碎石的像這個 生產機 礦機 就是材質機之類的這些就是屬於收割 他是屬於收割機的部分 那生產呢則是就是 我們 抓進去的這些 一般的生產 這邊有寫特別寫生產 那 加工的話呢 他有一個所謂的加工 其實是這個部分可能就不太理解 因為他有特別寫加工跟升級材料 跟 加工的部分 因為我看是都有在 都有提升了 我們可以從這邊看得到 我們目前呢 加工 生產速度62.9% 這個算是整體的 那還有一個升級材料產出資源加65% 這個我就不太清楚了 這個應該是 比例交換吧 如果照這樣來說的話應該是比例交換 如果有錯的話呢 底下可以留言糾正一下 那我現在呢因為 有 市議會 的關係呢 所以我們維護呢是 正35% 我們整體的數據呢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說 想要認真看呢可以把 影片暫停稍微看一下 我目前現在的數值我現在達到3000回合 那難度只有7的情況下是因為我已經使用大概三次降難度等級 如果沒降的話現在應該是10等吧應該是打不贏 因為等於是每一次下來就是三四次 以 一般的10塔來說其實是 可能一下就準備要飛身了 會相當的耗油 就算是 不太建議 那我們這邊像其他的自願等級就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再來呢還有一個東西也蠻重要的就是增加強襲等級的剩餘時間 這個部分 蠻重要的就是因為強襲等級是這個嘛大地圖的等級 如果說 他的 趴數越高我們的 提升的難度呢就越慢 相對來說 如果 那這個8%呢 則是透過新的東西 這好像是1.0版才有的 有一個考古學的東西 只是考古學這個不太知道要怎麼樣 獲得 他說選擇考古計劃然後開始支揮 一旦完成了就有永久性的獎勵 不需要額外的支援 只是我弄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到底怎麼獲得 新的考古學 這就 有大家自己在後續有完的時候再研究出來吧 這邊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我獲得的第一次高古學呢是廢墟放棄的時候 可是我記得我後面也有放棄過可是卻沒有在獲得 所以就不太清楚他觸發的條件是什麼 那我們現在充能呢已經來到68% 69%了我們即將快要破關啦 各位 這款遊戲呢相當的有趣喔 很有挑戰性 喜歡挑戰難度經營 類型有點像是億萬殭屍啦 或者是 那個 還有一款遊戲叫 風暴之城 這類型遊戲的玩家呢我覺得這款遊戲就相當適合你 因為像 一星工廠 億萬殭屍他們都是屬於 塔房類型 的遊戲 工廠產線之外呢我們必須還去堅守敵人 的襲擊之類的 所以我們必須還要介紹一些防禦台 算是相當有趣喔 那 遊戲呢只是有一些比較 有點詬病的地方就是難度太高了 如果說你是相當新手而去看了這款遊戲覺得很有興趣 已經購買了我建議一開始最好還是玩一些 難度極簡單 先了解整個遊戲的機制 因為這遊戲呢他的整個機制跟一般以往玩過的 那個 金魚類型遊戲呢 有一種截然不同的風格 如果說 沒有先了解他的機制 譬如說光是產線的配置啦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 我至今玩到現在啦還是沒有辦法完全做到就是 整個產線不需要去做更換支援的動作 我還是必須要常常手動去拉來拉去的 譬如說我現在缺了這個 我們的 裝甲 那裝甲呢在這個地方 會1萬多 我是可以把它再反過來拉拉 可是因為我們產線量已經拉 這邊都拉滿了 我沒有辦法再多拉一條 就是 跨太多啦 我們是應該是可以啦 我試一下 像這樣子 拉一條出來 然後 這樣子 這樣子我們 他可以連跨好幾條 有點類似像 架空的概念 而且他不會相衝 他不需要互相等待 他是各自有各自有 比較像是一空間的概念 他其實是沒有等待的狀況 那唯一的缺點就是 最多只能兩條交會 他沒辦法超過第3條 那 那 我們只能盡有可能利用空間 傳輸帶的長度也會影響到 傳輸的 效率 以及 以及土地的使用量 所以我自己 如果你們有靠我前面遊玩的 紀錄呢也可以看得出來我已經改過非常多次了 這個呢算是我近期 私底下在玩的時候修改出來的 最終方案喔 目前已經 準備到了 Game Over 蠻開心的有玩到這款遊戲喔然後 如果沒記錯的話這款遊戲的序號呢 好像是官方提供給我的 那時候當初是EA階段時他就提供了 那 我一直放著忘記玩的這款遊戲 一直到他正式上市 已經是起碼有放了兩年多了吧 因為他遊戲呢是在三年前 上的 在Steam上上市遊戲的售價呢也沒有說很貴 好像是在 我稍微看一下好了 遊戲的售價是 488塊 就算大概500塊吧台幣 目前呢 在 今天呢 2024年5月24號呢 他的 評論呢是 褒貶不易喔 就是 我大概差點看一下啦 我們不小心就破關了忘了按暫停 啊 啊 主要呢 褒貶不易的原因呢是 難度的問題居多啦 因為畢竟他的機制呢相較於其他的經營類型遊戲來說 相對性的複雜 我們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先去研究 所以我才說 一開始遊玩還不太懂遊戲機制的情況下 建議大家還是先玩 极簡單模式 先了解這個遊戲的機制我們再來討論 再看看說是不是要 選取 更難的難度或者是換一個 因為初始的時候也沒有其他種族可以選擇 那我們先玩過一輪 解鎖其他種族之後呢 遊戲會增加更多的樂趣喔 所以有些相對 絕對 不建議新手就一開始挑戰 一般預設難度 真的不太建議會完全破壞了遊戲體驗 可能會想退款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再三跟大家說明一下 那我們現在終於看到了 無效化屏障已啟動 就我們現在已經啟動了再也不會被 幻眼入侵喔 那這個幻眼呢其實官方有給他一套的 背景 故事啦 我這邊也大概跟大家說一下主要就是在於說 可能在古老園的科技呢 我們一些 不太 可能講不是很好如果有興趣呢大家買這款遊戲在自己去看一下 主要是在說 那就是 古代科技的人們呢他們利用了一些幻眼的資源 然後呢 導致裂縫逐漸的 擴大 那 裂縫規又擴大之後呢他們又不停的去封閉裂縫 封閉裂縫之後呢又發現裂縫因為被封閉之後每一次出來的幻眼 數量又極為增加 那這些幻眼呢 同時 為什麼會有這些幻眼 主要是 有點像是我們的所謂的撒旦 他為了要佔領這個世界 所以呢他一直不停的派遣 他們的 大軍 他沒有辦法透過他自己的漏身 因為他 惡魔是沒有漏身的 他只能透過他的精神去干擾這個世界 而那些精神體的就是這些幻眼 他必須去破壞 佔領人類的都市 然後來獲取一些能量 他才能夠回到這個世界上 所以我們必須阻止這些幻眼 保存 人類的遺址 讓人們呢可以在 這個空中都市中倖存下來 無效化屏障呢已經完全充冷 一種奇怪的感覺將你包圍 突然間呢你的科技充滿了勃勃的生機 無效化屏障已經啟動 你在你的城市周圍有幾一里內沒有任何夢幻科技可以發揮作用 市民只能在原始的工具和簡單的特斯拉技術 限時不再扭曲城市不用再流浪 最重要的是呢 不會再有幻眼想要 不會再有幻眼想要吞噬你的子民 我們破關啦 難度倍數只有70%啦 如果你們有興趣可以挑戰500%呢 可以試試看 我現在總等分只有92365分 最終只有獲得了 64656分 因為難度加成就有70% 沒有100% 我是有降低難度的 這個 如果說要認真遊玩的情況下 這遊戲大概 一輪下來 至少要花個 70幾個小時應該跑不掉吧 如果快的話也要50幾個小時 算是一款相當耐玩的遊戲 他比較沒有所謂的 閒暇時間 你必須一直不停的在 做事情 所以會有點忙 我不太建議如果你是修行玩家的話可能這款遊戲就不太建議購買 比較適合給於那些 想要挑戰難度 挑戰自我的經營類型玩家 喜歡億萬殭屍 再說明是 這類型 自虐型玩家購買 如果說你也是跟我一樣 屬於自虐型玩家 那我跟你說 這款遊戲絕對非常符合你的胃口 那好啦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個地方啦 介紹的差不多了 如果有興趣想要再看我們更多的相關影片內容呢 可以去看一下我之前上傳的 最初開始玩的實況紀錄 那我們今天就影片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那可以幫我點一下喜歡跟訂閱 大家晚安 掰掰